今天潛力股是說哪一隻呢? 可以說一下這隻吧 農業銀行的潛力何在呢? 一來就是內銀股的牌子升了幾厲害 接著是回軟 迫近的左力位 對不起是支持位 前浪頂的支持 迫近了 迫近之後有些存定的跡象 這可能令股價存定的機會再次向好也不出奇 技術上是有些可以反彈的信號出來了 第二個呢 今天是中央出的一號文件 說如何推動農業經濟 做好三農的工作 確保保障國家糧食的安全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和農業商家的股份 在內地的A股市場普遍有不錯的表現 港屋方面 今早早一段升過下 但是呢 升幅就收集了 至於農業銀行更加不得升 農業銀行其實都屬於與農業相關 雖然銀行有很多其他業務 但定位是做了三農工作 與農業、農民、農村經濟相關 與農村金融相關 今次的一號文件 特別是講到 剛才講到的保障 國家糧食安全的同事 講到保障農村、鄉村的金融情況 所以這個情況的氣氛 相信是有利農業銀行 加上剛才講的技術走勢向好 都可以博一博 尤其是逼近前浪頂阻力支持的時候 就可以博一博 測試完支持再調頭向上 用這個指示就可以了 而事實上它的視頻率很低 三四倍 息率有七里之上 所以可以這樣講 這是一個穩守突擊的股份 所以今天潛力股就講這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